歡迎收聽第二集的月旦評 剛剛過去的這個月 文全可以說是非常進取 雖然網上對他們出龍珠馬本作品 會失去部分的日本才有得玩的遊戲 那部分的專用故事有很大的迴響 但他們似乎對於Atom The Beginning 小飛入前傳和Ultraman 都相當有信心 出得很快 小飛入前傳一個月就出了兩期 而Ultraman就更加出了一個月三期的份量 真是非常之厲害 我想這本書的銷量應該有回合 同樣的對比我覺得 肉記好像不知道做甚麼 為甚麼在現在才會出一個標速摘欄 和女版性鬥士 我真的完全想不到 為甚麼尤其是標速摘欄 一本台版出了四十多期的書 如果說熱潮 都應該過了他的巔峰的時候才走來出 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們的策略 好了 不過後面那兩本我自己也是沒有買的 說回Atom The Beginning 就越來越好看 而且對於人工智能和發展 機械人應該有推進到甚麼地步 以及天馬和茶水博士之間的分歧 都已經在這兩期出現了 天馬博士說要令到機械人超越人類成為神 而茶水博士認為機械人應該只可以進行自我自己思考 去進行提升 可能這就是將來兩個人無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結局的一條伏線 而故事也越來越刺激 第二三期也交代五年前的那個大災難 以幕後黑手和陰謀亦都陸陸陸陸陸陸出現 有些越看越有力的感覺 至於Ultraman似乎應該更加好賣 所以可以出得那麼密 越來越多不同超人的出現 但是由巨大化的特色變成規格戰隊 始終還是有點未習慣 另外現在除了超人之外 就連七星俠和Ace都出現了 如果是咸超的粉絲應該都會相當滿足 不過我很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究竟將它們改成規格之後 究竟你覺得它們有沒有可以繼承之前 它們原本原作的那套衣服的風格呢? 故事也揭示了原來整個地球 也已經有外星人在地球內互相生活 感覺好像有點排外 因為人類和外星人之間的互相不信任 依然是存在的 過了五期 我自己的感覺 有一點趕著要出不同超人的感覺 依然是屬於觀望的 舊作方面 今個月就入手了 包括有我的英雄學園12 路人超能110 以及黑色五葉草的10 我的英雄學園第一階段終於告終 歐麥蒂的時代終於完結了 故事進入了第二篇 笨狗這班角色如果要由弱角變成強角 如果要同時間成為少年Jump中的強角 黃道的必殺技不可說決 於是開始了大家陸陸續續創作新必殺技的故事 進而走入英雄臨時執照的測試篇 順勢加入了關西英雄學校士傑學園和一些新的對手 以少年王道漫畫來說 都是很老土的公式 而且之前All Mighty 推出那段 戰鬥的威力太強 加上爆豪最終也沒有成為Villion 所以這種Happy Ending的尾 收得不太好 沒有了一些劇情的張力和衝突 而加入士傑學園 我簡直覺得好像 毛尼拉姦要加入一間 明明好像在日本排第二的學校 然後又說這一間 原來就是關西的罪境 我覺得有點奇怪 路人超能100方面 第十期是說雙這個組織 希望征服世界 這個大活動終於出現了 搞了一些手腳 令到路人以為他父母和弟弟全部被殺 令到他的心情完全被引爆到超越100% 準備步驟 不過幸好 臨時有些人幫忙救了他 也由靈患出手 令到他陷入一個完全放鬆於是 進入了完全氛圍的狀態 體現到這兩師圖 真的很信任大家 雙有他的計劃 當然政府也有他的部署 而進行了一些組織 臨出現這個大活動之前的一些小章節 另外前分部爪 也成為了反抗軍之一 還找了靈患來做帶頭人 靈患這麼怕死又沒有力量的人 當然很想避開就不插手 但是 因為他那個檔口的架布被人燒了 原本打算收這個賠償金 誰不知 因為超能力的人 你檢查不到是誰做 也沒有證據 所以就不配 除非你可以找到兇手 兇手就是傷那群人 所以靈患決定 不用說了 我一定要擔當領袖 去查這件事 找到兇手出來 目的 當然他不會告訴別人 就是為了拿回保險金 我覺得非常有趣 繼續很好笑 繼續值得支持 黑星葉草的第十期 說到為了要救阿斯塔 受傷的左手 范地山去了魔女之國 求女王幫手 與此同時 白野魔眼和鑽石王國 亦入侵魔女之國 展開了一場大戰 整期主要是說黑色暴牛團圓之間的基盤 雖然不算緊張 但是他們的情感 我自己覺得寫得也算不錯 港版方面 今個月有香港感染2 跟在港版友仔幫說的一樣 由於事攝政治 故事是出得有點慢 所以到現在還在說佔領事件 無疑跟整個時局有些脫了折 尤其是本土派或是所謂的暴力救港的陣營 都已經退場得七七八八 沒有什麼空間再發揮 還有大家說這件事的氣氛也沒有了 所以會覺得好像有些 在故事的構想上 另外如果你說要用朱根做要角 事實上他已經在去年的立法會戰局上 已經敗陣了 所以也沒什麼好說 反而是說回故事裡面的 第二女主角指定受到暴力救港團的影響 成為了一個落於使用暴力的人 而主角易希也順利逃出了第一波危機 進入第二波 似乎可能要說回多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不用政治掛稅的話 就會比較好些 新書方面 我買了一本山內太賢的新作 最誠實 以一些犯罪但又擺烏弄的搞笑情節做小品 其實也挺輕鬆的 如果想在臨訓之前找一些書看去治癒一下 這本也不錯 這本也不錯 奶木版太郎的新作第三機癲 是以發覺打架並前夕做背景的故事 奶木的話就不想太過漂亮 但也一定有保證 尤其他的故事就更加一樣 所謂第三是甚麼意思 就是當時的第三階層 即是平民 而第一、二階層分別指宗教人士和貴族 而基丁就是主角的名字 他是一個想進行改革的前衛人士 追求平等 雖然說到尾 他不是說我們現在正在走的那種民主方法 他只是希望皇帝帶來改革 令到更多人民有更多保障和尊嚴 故事剛剛在開展之中 也有些張漢性 台灣漫畫方面 今個月只買了隱藏關卡4 故事好像進入了最終章 因為遊戲主路托拜師也出了帳 並解釋了整個遊戲設計的緣起 第一關就破了關 引出了以後兩個內容 第一 原來那群參加者有點誤會 原來尋找夥伴 並成為倖存者並不等於殺人 他揭露了一些人性 第二是關於虛擬即是真實 甚麼是虛擬 甚麼是真實呢 作者沒有很具體地帶出他想說的內容 反而是想讀者自己去想想 故事進入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第二章 就是從惡夢之中蘇醒 但這篇我覺得有點間長的感覺 那個蝙蝠去得太快 有一點落雨收拆的感覺 不知道進入了遊戲的第三關會不會好些呢 剛剛這個月 五月份的月誕評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人萬遊者